大家好 歡迎收看看中國的Lucy連線 這一段的採訪 我們的嘉賓又是賀良茂先生 賀先生 你好 你好Lucy 各位網友好 賀先生 再次傳來大制裁的信息 美國國委和行政黨國中國委員會CCCC 當地時間 星期四舉辦我的天政委 那就點面要制裁香港的法官29位 29位法官裏面就差不多包了很多人的名字 賀先生 是啊 這次這個CECC 簡稱叫做CECC 全名叫做美國國會及行政黨國中國委員會 香港問題是11號聽證會 那個亮點就是主席 這個CECC的委員會主席史密斯叫做Chris Smith 又促請美國政府要制裁29名有選法治的香港法官 那這29名法官大致上都將香港的主要的法官 都可以說一鋪清袋 因為香港法官 就是數落都是那幾十人 現在已經有一個多大的比數呢 就被美國CECC就是看中了 看中了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要建議美國政府要制裁這29名法官 就因為它是破壞法治 即是香港的法治 就損害一國兩制 也都是說他們是將香港那個司法獨立撞送了 因為他們雖然還帶著英式那些假法去執行職務 但是他們的心 他們的行為和他們的判決 他們的處理案件的判決手法 判決的內容 都是跟共產黨一模一樣跟著共產黨的指示去做 如果他們被制裁的話 這些法官估計被制裁的機會都很大 這些法官就涉及美國的資產和物業都會被凍結 而他們這些被制裁者一旦落實 他們自己都不可以使用涉及美元的一切交易 不單止在香港 網上涉及全球的 和美元要交收的 這些被制裁的法官一旦落實了 他們是所謂落了釘了 他們就不用指望用美元的資產 或者是美元的一個交收 而他們本人和親屬都可能是受到旅行的限制 就是說他們不可能進到美國了 將來他們私人執業 或者是再轉別的律師行 或者是從事司法行業都會受到影響 Lucy 很多人都很認識的 很熟悉的名字來的 何先生? 是 可不可以將法官的名字 我們必須不須跟香港朋友說一下? 好啊 這麼好的消息 不和大家分享 是不是太過分了呢? 因為雖然CECC是建議而已 但是大家看一下它的名字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 就是說這個委員會包含了美國政府 就是行政當局和國會的議員是雙劍合璧 一起組成的 這些法官就是29名 涉及香港各級法院的 最大的那個就是中慎法院 是不是? 張桂林 中慎法院首席法官張桂林 長任法官霍少江 林文漢 李二 就是非常任法官陳少啟 司徒敬 接著高院那邊有13個法官 其餘的10個就是 下級法院的法官和裁判官 裁判官大家記得 羅德傳蘇維德 陳廣慈 這些法官的名字大家都是比較熟悉的 學生 蘇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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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記得四十七人講就是那個 西九龍法院審判的時候 我記得是有唐文豪說 當時他們是保釋申請的 唐文豪就打算說自己的女兒 你一起來就不見了爸爸 當天灑下藍兒淚 唐文豪 我記得蘇維德講了一句話 就是你們那些什麼感情 什麼與我與法案 與案件何干 與我何干 你們那些感情的表達和我和這個案件有什麼關係 所以他們沒有得保釋 是啊 這個法官就是 完全是一種所謂叫做鐵起心腸 但是最重要就是主席史密斯 這個CECC主席史密斯 親自點名 還有發揮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批評香港的法官胡雅文 Amanda Woodcock 和郭偉健 說他們損害香港法治和司法制度 有必要加以制裁 還說要將他們和一些伊朗被制裁的法官 要做到他們這樣的情況 就是把香港法官和伊朗法官比較 各位 是不是 好像第一次 就是說香港已經淪落到伊朗這些獨裁國家的法官的水平 這件事是很有一個叫做啟示的作用 翻查資料 2019年美國財政部文件顯示 有兩名伊朗法官被凍結在美國所有財產 禁止美國人和他們交易或者聯繫 將來香港這些法官如果落獲的話 又確定了命運都一樣 剛才你說的那些法官的名字都是一些大名字 另外還有其他名字的 包括就是陳仲恒 你剛才說過陳少海 其實陳少海我認識他的 為什麼你認識呢? 我讀書的時候已經認識他的 他讀香港大學法律畢業的時候 我也是透過何俊仁都認識陳少海的 他為什麼跟何俊仁有關係呢? 他跟何俊仁是不同的人士 讀書的時候是跟香港大學那些 何俊仁是那些跨院校的學長 他是讀法律 他讀完本科之後 接著要再讀研究院的法律學院那邊 當時陳少海是他的同門的同學 所以有機會見過了 有陳慶偉 有陳廣辭 有張舉蘭 你說過 郭偉剛才說過 有羅德傳 李雲騰 有彭寶琴 潘兆初 李懿 蘇維德 你說過 杜麗兵 大家都明白了 這些都是香港的法官 都是屬於重要的 一些影響香港法治的人物 這次就是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和國會有這樣的行動 可以說是對香港抗爭者的好消息 Lucy 信息顯示 有些法官的名字 未必大家都知道的 包括美國的行政黨 和CCC可能查過 因為他們處理過國安法的案件 所以他們的名字可能都榜上有名 他們會被制裁 何先生 是啊 是啊 那麼 這樣的情況 對於香港政府 或者對中共來說 可以說 發出一個很響亮的訊號 就是說 繼續用國安法 繼續用國安法官這種方式 你知道國安法官 可以說是未審先籌 也可以說是他們的判刑的方式 甚至會搞不公開的審訊 以至到他們的量刑一切就是重重 這方面就是一個訊息 就趕給中共和港共政權 美國政府是會採取行動 要將這個情況 要他們改變過來的 要他們停止這些這樣的做法 當然最徹底的方法 大家是要撤銷國安法啦 Lucy 這個制裁它就是以 引用聯邦香港人權和民主化 和香港自治化 那制裁 講制裁都不是第一次了 何先生 這次29個法官被點名 這個規模是不是都算大 是啊 這個是屬於開創性式的 就是叫做批發式的制裁 就是這麼多個法官 主要都是其實針對國安法官為主的 和終審法院 你知道現在香港港共政權 還說要將一些 就是經過在香港上訴 然後駁回政府的案件 他們可以繼續 就是沒有真正的終審 政府可以繼續再上上上訴 就是說無限路 無限地將那些他們認為 就是有些法官 或者上訴之後 令到那些被告脫罪 或者減輕刑罰 香港政府繼續糾纏下去 總之就要定到 總之抓到你 就一定要定到你坐牢 你不坐牢我一直上訴 玩到你坐牢為止 如果用這些這麼離譜的 這麼違反普通法治的一種方式 是這些法官和港共政權 的確是相當之邪惡 美國和西方的確要對付他們的 要制裁他們的 包括英國都要制裁他們 因為他們根本就是 正在用法治的名字 正在做破壞法治的行動 韓先生 你的畫面好像沒有動 你有沒有留意到 你的網絡是什麼原因 有聲音 是不是? 但是我現在這邊 為什麼會 不在這裡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說 下去一下就馬上上來 是嗎?我下去再上來 好嗎?現在出來了 現在就OK了 現在就OK了 現在出來了 OK 不好意思各位網友 是的 那個技術問題現在出來了 繼續說回的話題 那個史瑪斯提到 胡雅雲和郭偉健 說兩個人損失了香港的法治 和司法制度 郭偉健就將五名出版 三本兒童書籍的語言治療師 判囚十九個月 這三本書還說被指他煽動意圖 這個可能觀眾朋友都知道 這個是什麼羊村 羊村 葵本案 大家都明白了 這一次的制裁 我們剛剛講了一個訊息 你說 反映了什麼呢? 對香港的司法 反映了對國安法官 美國國會和政府都十分之不滿 第二 對於一些法官 用國安法來凌駕香港行之有效的 基本法和一些正常的法治系統的破壞 因為國安法是凌駕普通法的 例如未審先籌 例如普通法是沒有追溯的 但是國安法寫就說 講就說不追溯 現在就不斷追溯 在他2020年7月1日之前那些 全部都用一切的狡猾的方法 都要將那些國安法之前的 所有他認為影響國安 他去定義的 都要祝他們 未審先籌 未審先籌 還要無限期這一下呢 是令到西方政府非常之不安 認為這種做法是跟一些獨裁國家 軍政府的行為去破壞人權 簡直是剝奪正常人的基本法律權利 是十分之可護 現在美國政府加上國會真的動手了 是從法官來做 我覺得另一個意義就是 對於這些國安法的法官 一些基本的言論自由 都將它打成重案 楊川他本這些在很多社會 即是格林童話 即是安徒生童話 全部在自由開放正常的社會 寫這些童話故事 那些比喻啊 故事啊 是可以去說的 但是現在呢 共產黨的玻璃心 是不容許這些言論自由 他說你影射就影射 有罪 幽默是有罪 批評政府有罪 指出官員 指出政策的不足有罪 全部政府不喜歡你的就有罪 這些就是現在施依施施 就是要針對這些法官 你們這樣都去定一些 正常社會言論自由下的公民的權利 你都定它國安法一判就判 五、六年或者以上 就是從重啊 從嚴啊 是不能接受的 講給香港的法官知道 你們這樣做呢 要埋單找數 Lucy 為什麼香港法官 很多法官 過去兩三年 很多都說 你不要委任我做國安法官 我不想做 不要委任我 我只是想做普通法官 我不要國安這兩個字 那你知道 現在CCC建議制裁29個法官 就是告訴大家 你做國安法官 或者其他沒有擔任國安法官 你們是違反普通法治都要埋單找數 國安法官是首要之惡 是要制止香港的法官 繼續這樣侵害香港應有的民權 不過何先生 就是制裁在香港來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 不是一個抹心的字眼的了 前大嫂林鄭月娥被制裁 現在的李家超被制裁 保安國國長 檢務處處長 基本上很多人都被制裁 但是他們現在依然在香港生活得很好 所以可能有些市民就說 制裁其實有什麼用呢 就算他們不去美國 不跟美國人交易 那我依然在香港生活得很好 所以這個制裁 其實有沒有一些組下的身份呢 它的意義有多大呢 這樣 Lucy 你不要說 香港這些高官 一生在香港 他們有家人 他們有親戚 有朋友在海外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 百多年來都是這樣 這些法官現在被人制裁 或者這些港官被人制裁 他口硬 哎呀沒事啊 但是始終第一 面子上是吳光彩 第二 你被人制裁 就是說你跟西方社會絕緣 有幾多個高官 年薪 不是年薪 月薪四五十萬 想想想自己 會不會一輩子做官啊 會不會一輩子向共產黨賣命啊 他們都要旅遊的嘛 他們都會有退休之時 或者是離開崗位之日的嘛 難道他不想著環遊世界 所以口硬是沒有用的 你今天在台上 就是小ieved 拿去榮華富貴 拿去高薪厚職 拿去高薪厚職 是 你是不care 但是你看看林鄭 可以去哪裏呢 走到哪裏呢 兩個選擇 看香港自己家購買銀子 因爲她的錢只能夠放現金 連中國大陸的銀行都要暫時收那些錢 因為那些錢一收 你意思就是說那些銀行都跟美元有結算關係 第二,除了躲在家數銀子就回大灣區或者回大陸 林鄭現在都好像沒決定要回大陸生活 很多限制的精神上的困擾 不足為外人道 Lucy你要想想這件事 無緣無故收幾十萬一個月的薪金 到後來原來我就是助困仇盛 優仇的仇助困仇盛 困在自己的數銀子的天地裏 可以數幾十年了,退休之後 不可能的嘛 你說是實際上他們現在生活得很好 但是你有今天你都有明天的嘛 明天你怎麼辦呢? 跟任何美元有關的東西沒得動 買張機票都可能要跟美國政府申請 要問一下美國財政部 問一下美國商務部 因為他們發出來的制裁 看看哪個單位發出來 現在多數是財政部 不要聽到他們口硬了 覺得制裁就沒用 現在看一下英國 歐盟都陸續制出制裁 歐盟上個星期說了 有些制裁的名單 包括一些香港官員 都在醞釀之中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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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們把法官回到律師事務所 他們可能會損失一些生意 因為他們被制裁 可能沒有人膽敢去打官司 是不是? 是啊 因為你接這些律師生意 是跨國的都不少的嘛 很多都會這些案件 是涉及到跟美元區 美元交易 這樣就變了 就是還有 有些案件你如果私人質疑 你可能要去國際上 要跟客戶見面 是不是?老子 行不得也哥哥啊 就是說你一旦被制裁 下了鑊上了榜 你以後呢 就在香港 就是 行一下太平山 就去一下這些這樣的 就是馬里浩徑就差不多了 這樣我覺得 心理威懾是存在 是很有意思的 也都說給一些香港官員 知道 你現在作威作福 你恃著《國安法》 做了港共 做了中共的鷹犬爪牙 做一些傷天害理 是令到香港抗爭者 沒有好日子過的人呢 不要說沒有後果的 你要賺錢 你要賺錢 你要埋單 今天不跟你結算 總之都有一天跟你 要討論它 另外 在香港那些抗爭者 奈利不何 欲在砧板上 但是美國政府 歐盟 其他西方的國家 是對你們 加了印號 是零眼上看 因為你們 用損害別人的自由 損害別人的權利 達到你們 榮華富貴 高薪厚 你們那些錢 全部都是有血的 有些受害人的血的 你不要代得這麼開心 就是說 遲早你要埋單 不是代代平安 就是心理上那種作用 是存在的 不要說制裁沒有用 是 他繼續做 好像現在香港很多官員都說 你制裁? 可以不理你 去年記不記得俄羅斯的遊艇 俄羅斯遊艇在香港拍了很長時間 香港的官員說 美國的制裁 我們不必理會 說得出這句說話的官 可能遲早都被美國制裁了 現在香港因為被中共用來做白手套 運了很多遺禁的物資 透過香港 甚至香港做了俄羅斯的白手套 將人民幣在香港變回美元 香港又會很快被美國制裁 因為你幫中共做一些違反這些制裁令的事 因為香港一定是 凡是涉及國際交易 是走不掉美元的 就是這個SWIFT系統的事 所以這次制裁的範圍 包括香港高級法院 中審法院 然後高... 地方法院都有啊 高級法院 裁判法院 差不多就全部包完了在裏面 是啊 可以說俗話講叫全包散 如果是現在的 所以我們會去控制裁 因為現在的人是发生了 香港通常的年代 人員沒有看到 香港通常的損失 中國公司 他們的情況 不可能 是